哈囉我是蓋依 好久沒有跟大家聊聊天了 今天特別挑選了一些網友們有趣的留言跟提問 來跟大家輕鬆愉快的聊一聊 以前的蓋依也太斯文 現在好猥瑣 這故事告訴我們不要輕易的當youtuber 很容易就回不去了 蓋依有考慮轉型稱 LL實況主嗎 講到這個就讓我想起了傷心的往事 因為前陣子我跟鑰匙有時候會打囉 然後我的ID跟他的ID叫做 三健客見人蓋衣 跟三健客菜藥師 我今天那一場我好像玩墨壁的 因為對角色還不太熟悉 所以那場打的不是很好 結果就被隊友嗆說 如果你是本人的話 乾脆連頻道都搜一搜不要做了 所以呢 我還是先做好健身台就好 這周是約了女神去健身房 有什麼注意的嗎 出門前剪個指甲 並且戴上毛巾跟水壺 那使用健身器材的時候呢 注意清潔 並且注意對方的安全 讓他知道你是一個 硬舉多少公斤以上 要開始戴護具比較好 你指的護具應該是指腰帶吧 一般我們會分為 你剛開始訓練重訓的時候 在挑戰你的呼吸 我們會戴上腰帶 讓你感受胸腔腔充滿氣 鼓起來撐開腰帶的時候那個感覺 然後另一種就是 重量太大 你的身體可能沒有辦法負荷的時候 這個時候我們會戴上腰帶 這個就比較因人而異了 我自己會在大概硬舉體重兩倍以上的時候 才會開始使用腰帶 我爸說他當兵的時候 手榴彈丟150公尺 亞洲標槍的紀錄保持人 鄭紹春也才丟80公尺 你爸丟150公尺 超強 表態吧 Devil case 跟Tanga的觸感 那個好 哎呀這個 就要看 你是用在哪個地方 請問一下 連續做四日之後要休息嗎 還是循環 這個看你的身體狀況而定 一般我會建議 練四天之後可以休息一天 再開始練四天 這樣循環下去 那如果你的身體狀況 回復得很好的話 你也可以 連續訓練八天之後 休息一天再練八天 我很想知道 國醫生要怎麼簡單健身 可以先從徒手健身 養成一個健身的習慣 像是伏地挺身 引體向上 徒手深蹲 養臥捲腹 這些都是一個非常棒的徒手健身動作 看你能搬到幾歲 其實比起簡大哥啊 我比較擔心自己的YouTube生涯 不知道我自己還可以 嬰皮笑臉到幾歲 那簡大哥呢 也很可愛的在下面留言 我不知道自己能搬到幾歲 但是我可以回答你 目前我有個同事搬到70歲 他還在搬 該有見到 這一點我是可以作證的 那天我們在拍翻水泥影片的時候呢 那位70歲的大哥還在開堆高機 然後跟我們有說有笑 蛋白粉的肌肉纖維 和純肌肉的比較 純肌肉的耐力的力量更厲害 為什麼聚聚們的肌肉怎麼看都比 各類型都強 但每次都被人殘虐 那蛋白粉呢 它只是牛奶中的一個成分而已 肌肉纖維跟一般人 並沒有什麼不同 那可能會有些人想說啊 怎麼看我的挑戰系列呢 肌肉纜都會被營運 這是因為呢 我們挑戰的對象都是各個運動專項中的 頂尖運動員 或是職業的工作者 好這麼說好了 一般有在健身房 健身訓練全身的人呢 他的身體素質平均會比沒有在健身的人要高上許多 但是如果沒有特別針對某個運動專項去特別訓練的話呢 你的內向能力也不會特別的突出 所以才會說健身負重訓練它是各個運動專項的一個基本能力 提升了這些基本能力之後呢 你要怎麼發展就看你個人的偏好 哈哈 連50kg是多少公斤也不知道 真是白癡囉 kg不就是英文Keroquin公斤的縮寫嗎 太弱了 所以健身沒什麼用 就是好看而已 先不說有沒有用 你知道在這個世道上啊 好看有多重要 阿良哥說一般人大概20包就是極限了 這應該是指平常只有在運動的人吧 如果所有的男人都算進去 大概90%都沒辦法扛完20包 欸這個是網友說的喔 我都還不敢把話說得這麼死 不過我們健身房有一個40kg的沙包 大家可以來挑戰 看一下15分鐘你可以來回搬幾趟 你的仰臥起座怎麼怪怪的 你的仰臥起座有點奇怪 原來仰臥起座幅度只要這樣 仰臥起座這樣做沒有用的 這個真的是仰臥起座 老實說您仰臥起座做的有點遜 有別於以往傳統的仰臥起座 需要整個背離開地面的 像我這種下背貼著地面做的捲腹 它可以更安全有效的 降低我們尾椎受傷的風險 訓練到我們的腹肌 那效果絕對不會輸給傳統的仰臥起座 甚至更好 大家可以去看我製作過的 腹肌全方位訓練的影片 該以50萬訂閱要拍個 公益寫真月曆嗎 那我試著挑了幾張 PS了一下 大家會想買嗎 蓋伊只有70公斤也太瘦了吧 蓋伊是不是變瘦了 臉好像骷髏 我原本都把體重控制在 80-82公斤左右 那前陣子呢 因為要去比格鬥比賽有量級的限制 所以在短時間之內降到了70公斤 臉才會看起來略顯憔悴 塗在臉上的是什麼 那個是凡事鈴 主要是減少打擊時撞擊臉部產生的摩擦傷害 該你為了打比賽減重有沒有影響到你的力量表現 有 因為訓練的課表跟內容呢有大幅的調整 所以我的三項成績大概掉了20%左右 以前覺得你是小丑 現在覺得你是勇士 什麼意思啊 29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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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意思啊 意思是比翔中的老還是年輕啊 為什麼大家聽到我29歲 要...這麼驚訝呢 越看你越像李天翔 像嗎 那個有男朋友的那邊 概義很尊重 這是之前開幕影片底下的一則留言 那有一幕是我問的那位男性說 有女朋友嗎 然後對方回答說 有男朋友 然後我對他說了恭喜 結果呢 這個留言的底下就有非常多的人回覆 並且猜測我當時的想法 那其實我並沒有想特別針對同性戀出來說一些什麼 因為我打從心底覺得這件事情其實沒有什麼好說的 但是基於呢 有一些人開始猜測我的想法 並且取解我的意思 我覺得我還是出來表態一下 我覺得任何人都有權利去追求自己的幸福跟快樂 生命很短暫 更應該好好地享受自己的人生 那感情也是如此 總是有一些人呢 會自私地排斥同性戀者 或者在背後說長道德 所以呢 你們就更應該自私地為自己好好地活下去 人生是自己的 不要太在意那些喜歡管別人閒事的傢伙 我的情人 朋友 我的同學 有一些是異性戀 有一些是同性戀 那我一樣愛著他們 就算未來呢 我的孩子 他是同性戀者 我也完全支持 只要他開心 並且健健康康地活著 這才是最重要的 貴球33IG 來 這邊 球 4分13秒帥哥的IG 這邊 聽總統辯論會說胸部有6塊肌 請問蓋衣怎麼練 嚴格說起來呢 胸肌大概可以分為胸大肌 以及胸小肌 那有些人呢 胸大肌的肌數非常的明顯 加上體脂肪非常的低 所以胸部可能用力的時候 看起來會有好幾塊 那我幫大家找了一個 胸肌看起來最接近6塊肌的男人 德國小鮮肉 Joel Lindener 你這個樣子竟然還敢讓別人說你很可愛 看了就不爽 第三回合最後30秒 感覺蓋衣快虛脫了 打完還能馬上接比賽捷運 真的是很敬業 打完之後才真正進入到我的專業領域 出一張嘴 讓我想到全院阿修羅 全院阿修羅超好看 我最喜歡裡面有個角色叫做 金井小宇宙 不知道大家喜歡裡面的哪個角色 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請問蓋衣是如何短時間 減那麼多重量阿 非常簡單 你的每一天的總熱量攝取 低於你的總熱量消耗 並且維持一定的訓練量 不知道格鬥有重度近視的嗎 該怎麼克服 有近視帶隱形眼鏡能打嗎 看你有沒有想要去做雷射 那另外呢 我有問過一些我的格鬥的夥伴 那有些他是有近視的 他們跟我說 他們會戴卵的隱形眼鏡上場比賽 那我自己個人阿 因為眼睛有一點肝眼症 所以隱形眼鏡很容易就會 用力眨眼就噴掉了 那基本上呢 我上場是不戴隱形眼鏡的 那我自己的近視大概 左眼450度 右眼大概300度 所以距離一公尺以外 基本上我看對方是有一點模糊的 格鬥你是用心眼在打拳吧 所以我才會一直想要衝進對方前面 因為我根本看不到 假動作基本上也騙不了我 因為我也看不到 別繼續丟台灣人的臉好嗎 你真的太遲鈍了 但有沒有發現我挑戰的對象 目前都是台灣人 我正在用我自己的方式 讓大家看見台灣人有多強 為何2分32秒斜板彎曲的姿態 這麼華麗 謝謝你的影片 現賺一萬五 看完有種賺了好幾千教練課的感覺 Guardian20堂 2萬多的教練課都還沒有這集內容完整 趕快點擊畫面右上方 現賺一萬五 20多堂教練課 想去但應該不會教練到處考 到處推銷吧 不會 我們這邊如果你想要請私人教練的話 要自己去跟櫃坦說 不會有人主動去找你說要不要買一個 想問第一次健身的人在重量的部分 要怎麼拿捏呢 我建議剛開始接觸重訓的人 重量用的非常非常的輕 大約可以做到15到20下 先去好好的感受好肌肉的張力 慢慢調整好動作 之後再去增加你的重量 練健力會有肌肥大的效果嗎 練健力也會有肌肥大的效果 但是跟練純健美的 當然還是會有落差 肌肉不夠大會不會力量也比較小 理論上是會的 但是套用在建立的項目上面呢 就非常看你的 神經與肌肉的連結 以及肌群的協同性 請問有推薦的乳清蛋白嗎 麥 Protein 口味呢 多元豐富 而且他們家呢 還有賣非常多的 休閒以及運動服飾 大家可以去官網看一下 連結在影片下方的說明欄 說實話叫新手去就馬上自由重量還是有點困難吧 其實不會啦 自由重量真的沒有大家想像中的這麼可怕 生活中的各個動作也都是自由重量啊 所以其實你只要不要心急 先從輕重量高次數慢慢開始練起 其實是不需要太擔心的 自己上健身房從來都不是器材不懂 怕的是旁邊路人恥笑的眼神 每個人呢他都是從身材不好 以及不會使用健身器材開始的 你的心情呢大家都懂 我相信他們是不會恥笑啦 不喝蛋白粉 換雞胸豆奶和兩粒全熟蛋可以嗎 很好啊 完全可以 那蛋白粉呢 他只是比較方便 比較便宜而已 T字飛鳥跟啞鈴後飛鳥的動作怎麼區別啊 那啞鈴後飛鳥呢是在訓練我們的三角肌後速 那在發力的時候呢主要是靠著你的肩膀延伸帶出去 那T字飛鳥呢是訓練我們後背的斜方肌中下肢 發力的時候呢背後夾緊延伸帶出去 女生也可以根據你的動作建議來安排課表嗎 還是女生有不同的訓練方式呢 當然可以啊 男生跟女生的訓練方式其實是大同小異的 差別呢就有差別在於你們的目的以及想加強的部位 好比說男生喜歡二頭肌大一點 那你二頭肌的訓練量呢可能就會比女生要高出很多 那有些女生可能希望臀部啊訓練加強一點 那你在訓練臀推的比例上呢可能就會比男生要多一些 那練法呢其實都一樣 主要就是目的不同而已 三件客未來擁有的健身房數量 哇268件 我們會努力 蓋衣帶眼鏡比較好看 是嗎 蓋衣帶眼鏡看起來好像 虛騰元氣 像嗎 往下墜落讓我想到分歧者的五位派 那我肯定是友好派的 阿嬤標準好像有點太高了 阿嬤好眼光 有去健身房的女生果然身材就是性感 這個完全認同 女生都說男生不要太壯 但最後都選了一個要認真重訓好幾年才會有的身材 哎呀這就像男生說喜歡素顏清秀身材露露的是一樣的 女生比較喜歡數鈔票到力竭的男生 這個真的太現實了一點 像你們身材維持那麼好 在挑選另一半身材方面是不是也很嚴苛 看人吧我自己是會比較喜歡身材有訓練痕跡的女生 為什麼波波要剪光頭 它有頭髮比較好看吧 這個是有頭髮的波波 這個是沒有頭髮的波波 請選擇 看到波波的頭就想摳摳了 網友有一個問題 他說他喜歡看著你的頭摳摳 你心裡是不是變大人 不戴假髮的話 鑰絲的女服裝真的很可以 鑰絲它是屬於那種身材壯碩 臉龐可愛的男性 也因為這樣受到不少女生的情欄 封面罩怎麼有點像甘露似 哎呀你這樣子我以後要怎麼看鬼滅自刃 體型瘦弱的我去健身房就感覺不屬於這裡 自己坐的重量跟旁邊的人比 就感覺我是不是不應該來的 拿10公斤的啞鈴在做臥推時也是滿滿的羞愧感 哎呀想太多了啦 努力讓自己變好的人是非常令人尊敬的 再說啊健身房的重量有分級 為了就是因應不同需求的人 大家呢都是慢慢練起來的思想 如果一年後你訓練起來變成大家眼中的句句 你會有這種想法嗎 會比是剛開始健身的新手嗎 我想應該是不會的吧 好的那今天的影片呢就先到這邊 我非常非常喜歡看大家的留言 所以也請大家不要客氣盡量的留言給我 也不要忘了訂閱健安蓋我的頻道喔 我是健安蓋 下次見掰掰 好身材一定要有好外貌 女生才會喜歡 沒有俊俏的外表你只是從蜥蜴變化成哥吉拉 哎呀至少哥吉拉還是比較帥氣強大吧 是吧 那有時候 我們可能要有這個問題 好嗎